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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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this is a fascinating story 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圍英文記錄 你看這個人他的眉心發生什麼事 他中了一槍結果呢沒死 我怎麼可能 我發現是很久以前 所以可能那時候的彈藥沒有那麼厲害的穿透力 沒有 pierce through 他的 forehead 所以他活下來了 然後呢還活下來說了一下他的故事 So he lived to tell his story 我們來看一下這在說些什麼 1863年 這真的是19世紀的時候 所以這是美國的內戰時期 Civil war between Veterans 對不起 Jacob Miller他的名字 was shot in the forehead at Brockfield at Chica Moga Georgia 這地名都不重要 所以他被射到的額頭 Forehead 那他接下來就輸了他的故事 所以接下來他就用一個 quotation 把他的故事全部講出來 So he had the following to say about it When I came to my census Some time after I found I was in the rear of the confederate line 所以光第一句 就有一些值得理解的地方 所以他說 When I came to my census 這裡沒問題 就是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 甚至我們這個已經可以把它縮短成 came to come to 後面是不用接東西的 就When I came to 句點 這就叫做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 OK 所以這邊或許我們就可以稍微說一下 這是一個片語 所以這個 come to 這個片語 可以是清醒過來的意思 OK So when I came to 這樣子 Sometime after 所以這是個片語 所以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醒過來之後 然後 後面才是他的主要句子 所以他少了一個到點 但不是重點 OK 所以他發現 他在 confederate line 的 rear的部分 這什麼意思 So if you're in the rear of something 這 rear就是後面 所以他已經調到了某一條戰線的後面 OK 那那個戰線是什麼 Confederate line 什麼是Confederate 你知道美國內戰就分成南北嘛 對不對 那南方是奴役黑奴的 北方是要解放黑奴的 那南方那邊呢 就叫做Confederate OK 那現在美國很多南方人 都還相信內戰還沒結束 所以他們還認為黑人是奴隸 至少應該是奴隸 OK 那他們還保有了非常成就的想法 那他們也有那種白人至少主義 所以 他們在他們的這個 房子前面 他們可能會 就很像很能掛國旗嘛 他們可能的確會掛美國國旗 但同一時間說不定也掛另外一個 他們當時這個聯邦的國旗 他們就叫做Confederate flag 那你只要看到有人門口掛這個 flag 你就知道他是南方的保守派 認為奴役制度還存在 歧視有色人種 那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所以要你真的去美國的話 你看到這個旗子 快跑吧 他絕對不會認為你是 值得友善對待的人 OK 所以這個是危險的東西 甚至可以這麼說 尤其亞洲人來說 你首先你可能不會到南方去 你說不定你去美國都是去 LA啦 或者是紐約啦 就東岸西岸的 但你要真的跑到美國的 比較中間往南的地方去的話 你是有可能看到的 那真的 少接近那個地方 還是到大城市裡面比較好 好anyway 所以發現他已經在 就是跑到了這個 enemy的地方去了 他已經掉在 enemy的那個線的後面去了 So I found I was in the rear of the Confederate line So not to become a prisoner I made up my mind to make an effort to get around their line and back on my own side 所以他為了要不變成一個戰俘 因為他掉在那邊 他在那個Line的後面 那你知道那邊都是他們 對對面的人 然後他被發現的話 說不定被capture起來 就變成了我們所謂的POW 那是什麼東西 Prisoner of war 我們就翻譯成戰俘這樣子 俘虜 所以為了不變成俘虜 Not to become a prisoner 他就決定要努力的去跑回他們的那一側去 get back on their own side on his own side So I got up with the help of my gun as a staff then went back some distance then started parallel with the line of battle OK 所以他起來 他用什麼呢 用槍當成一個staff來起來 他說staff這個字 我熟啊 不就是幕僚之類的嗎 員工啊 staff 可以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仗 就是拐杖的仗 OK 大家可以理解 I got up with the help of my gun as a staff 所以他用他的槍當成拐杖一樣 起來了 然後他還往後退了一點點 退了之後呢 然後他才跟軍隊一起往前走這樣子 平行走 所以用了一個字 parallel 就是平行 So started parallel with the line of battle 好可以 那他現在回頭想起來就覺得 他當時可能因為全身都是血啦之類的 所以就沒有被認出來 I suppose I was so covered with blood that those that I met didn't notice that I was a yank 所以OK so covered with blood 就是蓋了全身都血 以至於 所以是so that的句子 如此怎樣 以至於怎樣 以至於他遇到的人呢 都沒有注意到他其實是北方的那邊的 那他們就是yank Yanky的那個yank這樣子 OK 好所以 I didn't notice that I was a yank at least our major my former captain didn't recognize me when I met him after passing to our own side 所以至少當他 真的跑回他們那邊的時候 連他的將軍 也就是他那時候的隊長 都沒有認出來 你竟然是我們這一邊的 他以為是敵人 所以他運氣不錯 沒有被再射殺一次 OK 好然後呢 I suffered for 9 months Then I got a furlough home to Logan Sport 好所以 他就這個 反正痛苦了9個月 接下來呢 他就被準假回家了 所以這有個字 現在已經不是那麼常見了 Furlough OK 這個我們前一陣子 以前 有一段時間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有 我們有那個無薪假的概念 那那個無薪假 你就可以說 Vacation without pay 可是那時候也有用一個字 就是Furlough這個字 OK 至少美國有啦 這樣 所以他就被Furlough 就休假 Furlough 那就回去回家了這樣子 好然後結果呢 就有人去來 去operate在他的這個Wound 那這個Wound這個字 我們很常見 就是總之傷口 所以這個時候才去清創弄傷口 So they took out the musket ball 所以那個時候的槍啊 他的子彈 可能不是叫Bullet 他們叫他Musket OK 那拿出了這個彈 Musket ball After the operation a few days I returned to the hospital 然後stay till the expiration of his enlistment 所以這enlistment就是他重新去 就是總之他的名字在那個阿兵哥的清單上 那只要過期了 所以總之他終於這個服役過期了這樣子 好那這大概不是重點 下一段 17年後 Seventeen years after I was wounded A buckshot dropped out of my wound 17年後 一個Buckshot 從他的傷口 掉了出來 那什麼是Buckshot 就是我們講說那種 像散彈槍啊 或什麼之類的 也是一樣 是小子彈 就叫做Buckshot OK 好 事實上我好像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們的這種散彈槍 就 這種小子彈 有還有兩種 一種他們會在 其實都是看笑話看來的 一種上面會畫那個 小鴿子之類的 Pigeon之類的 另外一種 則是上面會畫一頭鹿 所以你要知道 那種打Pigeon的打在身上不會死 事實上美國前副總統 好像叫Dick Cheney還是誰 Cheney還是Cheney 有點忘記名字怎麼發音了 他在跟人家去打獵的時候 就不小心射到人家 我說好你打槍射到人家不死掉了嗎 沒有他不會死 因為他打的是那種Pigeon shot的話 是不會死人的 只會在你身上就是灼燒這樣子 那如果是打鹿的那種 就真的會殺死人 好所以 但那種都叫做 好像都叫Bug shot吧 還是 這有點不負記憶 但總之Bug這個字其實有公鹿的意思 所以 事實上這個字裡面好像本身就有鹿就是 好這個不管 來 所以一個Bug shot就掉出來了 所以總之就是清創沒有清乾淨 然後再來 31年後 所以剛17年後 掉了一個Bug shot 31年後 又掉出了兩塊什麼東西 Lead 所以這裡 LEAD不念做lead 他念做lead 是什麼意思 鉛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子彈成分有多複雜了 OK 所以又掉出了兩塊鉛 從他的傷口 31年後 2 pieces of lead 然後接下來他就說了 有人問他說 你怎麼能夠這麼了不起 就是很輕描淡寫描述這個東西 並不是這樣子 So some ask How it is I can describe so minutely my getting wounded and getting off the battlefield after so many years 有些人就問他 你怎麼能夠這麼輕描淡寫描述這件事情 那他的答案就是 My answer is That I have an everyday reminder of it in my wound 所以他事實上每天都記得 然後就會痛 and constant pain in the head Never free of it while not asleep 所以只要是醒著就是痛 那我倒覺得還運氣不錯 你睡著的時候會忘記他 或者說這個人可能比較好睡 good for you這樣子 好所以總之他就 這件事情就是刻印在他的人身上 So the whole thing is imprinted on my brain as with the steel engraving 所以engrave這個字就是刻印這樣子 好 So I haven't written this to complain of anyone being in fault for my misfortune and suffering all those years 所以他事實上沒有跟任何人抱怨過這件事情 就要是說這真的是倒楣或什麼之類的 Being in fault of my misfortune 所以就對我的這個不幸呢 我沒有說過任何人是有錯的 因為你知道戰爭嘛 有時候不能說對錯 好然後政府對他不錯 因為還有給他年金 pension So the government is good to me and gives me forty dollars per month pension 所以一個月給他四十塊 在一八幾幾年四十塊應該是蠻可觀的一筆錢 好所以這就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OK 即使精靈裡被射到的話 大概很難不死 不過在那個時候是辦得到的 OK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